Table一定是从第0个开始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第几个 我可以先按F12 F12的话你会发现 你按F12在浏览器里面按F12 它会跳出右边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的话指的就是我整个网页里面的原始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那个Table在第几个 其实你可以按Ctrl加F Ctrl加F指的是寻找 寻找这边 那你可以打一个 Table的话 指的就是说 我的表格 那我怎么知道是第几个 你会发现 如果我输入什么 这个小于Table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网页里面 它会跟你讲说 里面总共会有 就是目前找到的 第一个表格 7的话表示说这个网页里面总共会有7个表格 那我怎么知道呢 到底我要的那个表格在哪一个呢 其实我习惯是这样 用一招 就是按这个 向下 这个它跳到第二个 第二个好像有点接近 第一个是上面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第二个好像有点接近 可是特别注意 它这个表格 有可能是外面的大表格 并不是里面的那一个 所以你可以再摄取一下 在这个再下一个 这个是第三个 再下一个 这个时候就跳到第四个了 可是第五个我再按一下第五个 你会发现 其实 第四个其实也是它的外面那个表格 再按一下第五个 其实我们要的最里面 这边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往里面搜寻 找到之后的话呢 这个其实第五个才是我要的 在第六个看一下 第六个就跑到下面去了 第七个呢 就跑出去了 所以其实这个网页 我们主要是要捞什么 捞第五个表格 第五个因为编号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要的 基本上呢 会是从 第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要从 第 所以我要第几个的话 那瓜胡里面就跟大家讲说 我要这一个网页 里面的table 那个标签名称 是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呢 记得瓜胡是从零开始 零就第一个 1234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一行的叙述 这个也是物件名称 也就是我要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表格 所以他还把那个表格 帮我放在这里 然后在这个表格里面 我要怎么样 再把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那逐一逐一的把它抓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第一个先开启 干脆用翻例档来做好 这一题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普世单日行情表 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先试试看 我刚刚试一下 那个 从Web好像会失败 如果会失败的话 请各位 先试着从云端 白板里面的第四个单元 雅虎古事 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我刚刚是用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雅虎古事这一段 我先试试看 那其实这一段 如果把它贴上去的话 我先弄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我不要从Web的话 我先执行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其实就是水泥 把水泥抓到这边来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这边改成3秒 因为等5秒可能有点比较久 然后再把里面的table抓下来之后 帮我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表格就被丢到这边来 但是它怎么做到的呢 我刚刚讲的 特别是要 就是先开一个IE物件在背后 二的话 就是透过它的TAG 去抓到第五个表格 第五个表格里面 它去抓取我要的东西 细节部分待会再看 主要是透过什么 里面的TR TD 上远方跟各位讲过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逐一逐一的 跑个回圈 自动帮我放过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